穿著藍色上衣 戴著黑帽 黃色口罩 一早就有人到接見市 疑似市鄭文燦情友 特地送了三本書 有講台灣史有關於美國民主 還有一本從黎明到摔腿的 心靈書籍 甚至還到福利社買了很多用品 要送給鄭文燦 好 那這樣子1992 等一下都有明細 好 那請問這個是 多久可以做 只要我買不夠 我什麼時候可以來補充 我們這邊一天它最多收2000 一次買太多超出金額 得先以生活用品為主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第三次積壓停結局大翻轉 進到看守所第一晚 情緒平穩 但食慾似乎透露一切 第一晚的晚餐四菜一堂 但其中有空心菜跟滷雞翅 不免有人會聯想是真的吃飽 還是看到這兩道菜沒有食慾 隔天一早六點多起床 準備享用早餐 有別於前一天有問有答 預所也轉為低調 今天睡得好嗎 他今天有吃早餐嗎 聽到問題微笑轉頭就走 鄭文燦可能是桃園監獄 關押過的最大咖 三名室友沒有暴力飯 他有帶一些慢性疾病藥進來 服藥三天 只帶了三天的藥 但在看守所至少待兩個月 只要有處方簽完整藥袋包裝 鑰匙明確辨認家屬可以直接送藥 再加上有例行性的健康檢查 也有跟外面醫生配合 如果身體有狀況會安排醫生看診 但真的會待滿兩個月嗎 能不能踏出大門就看律師抗告成不成功 TBS新聞綜合報導